你好 想弄点啥 卖几块银元 卖几块银元 我先看看这都是啥品种的 你这几块壁都不简单呀 大清 反正没有便宜的 没有便宜的 我这还是一个二厚点啊 不止一看的话这一点看不到 这一带一点 立马价值翻倍啊 那是 我再看一下 我这还有俩兆种 俩兆种 这个相对来说要好一点 要带点包姜 底板也非常好 这边给了个酒吧 给个酒吧估计是壁面有桑子啊 在这呢 就这我跟你说 国瓶有时候稍微放点水 这就是XF45 这这俩兆种也非常不错 这一块是一枚 北洋 我的五彩北洋 全龙林 暴龙林 高额头 字面 全森党 还带五彩 非常漂亮 你这四枚币都不是简单货色 你这从哪来的 我这都是配嫁的 人员 都是跟媳妇配嫁人员 嫁妆人员 对 打人结婚 那我跟老岳父送你啊 结婚的时候老岳父送给你们的 我的天哪 看来 你媳妇他娘家也不是简单的家呀 说起实话 嫁妆爷爷我常见 那个一般大头比较多 大头小头 因为便宜啊 但是这四块虽然数量不多 随便拿出一块 都顶好多大头 都不想大头说白了 大头也有 他都不意给他肯定大头的 哦 假的 说明你岳父家条件好 对他希望玩这个东西 那你这今天 你这结婚多长时间了 一年 结婚一年了 对 这咋今天要拿出来卖呀 没有钱花了吗 没有钱花了 媳妇这个人也都有意思了 咋了 我们没结婚之前 他要出去工作 结了婚之后不工作了 然后不工作了 不工作了 不工作你去工作呀 我又不可能工作啊 我给他认识 这时候我都没工作过 我又不可能工作了 我的天呀 你们两口子都不工作 那靠啥 平常 开销啥的从哪来 平时我自己 不工作 我父母给我钱 现在他父母给你钱 对 现在他不工作 我也不工作了 给他父母要钱 他父母现在给的钱 不够他俩花来了 不够你们俩花的 我的天呀 你们这两口子 这是 这是要闹哪样呀 年纪轻轻的 该工作工作 想做生意做生意吗 你按理来说就 光看你们这 说些什么 从嫁妆营业上来看 你们家又不是说特别穷 对不对 穷倒是不穷 对呀 咋说的呀 就是不养工作 没工作了那个命 嗯 没工作的命 对 啊 然后我跟媳妇说的钱 要房子卖了 不讲这卖了 那不可能啊 你 啥 对 你们才结婚一年 要卖房子 这有点 我跟他房子多啊 房子多也不能这样搞啊 是不能这样搞啊 但是 大伙亮啊 但是 我看你卖房子 毕竟不合适 那对呀 那房子 我跟你说 他是卖他的银员合适 我跟你这样说 卖房子不合适 你们卖这个也不合适呀 你们 你看啊 你知道啥叫嫁装银员吗 嫁装 为什么要里面 箱子里面 要为什么要放银员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 这是银员 取他那个谐音 嗯 银员 好银员 明白吧 这不是没 真是说句实话 这也是岳父岳母 对于你们两个 两口子 就是结合在一起 也是对你们这个婚姻的 一种祝福 对不对 你们把这个卖了 是不是有点 这没账 这说白了就是一个董 一卖了就是花钱 卖了就花钱 等一会儿我挣到钱 再买 挣到钱 不老是 躲买几块 无所谓 我这个人 那你现在去工作多好呀 我都说了 没有工作的那个命 我现在都要做生意 没有何时的 还没碰到机遇 对 碰到机遇一非充年 这个事你媳妇知道了 知道 知道 那行 那我下面给你抱抱 好 行吗 好 可以 这个北洋 我给你拿八千 好 可以 这个给你拿两万 可以 这个赵总 嗯 也给你 这样吧 给你拿 两万二 可以 然后这个 拿一万五 这个给你 再烧了吧 这个品相在那儿放着呢 嗯 行吗 好 行行行 好 那我就给你算一算 够一个要花来了 嗯 好 感谢观看